北京不覺的影保失業日記到第60集 還未有工作,不過有關口 有沒有工作就看過兩天就知道了 因為第一間就開始 我想第一間就真的沒有工作 未準備給我工作 可能回到公司打點一下 然後一個小時就趕你離開 究竟整個兼職的流程是怎樣呢? 都比較迷惘 什麼時候才回到正常一間呢? 一個星期可能有兩間三間 不知道 你感覺到這間公司的分配是有點古怪 古怪還古怪 理論上都是一份工作 除非他收拾 收拾就不要人 這麼大間店應該就要人 所以明天也是 當然也是 等到星期五 正式第一間 內心會覺得 其實也不知道前路是怎樣的 所以現在在想 怎樣可以 這裡怎樣擠一塊錢 這裡又擠一塊錢出來 變一些錢出來 因為現在你會覺得 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都很不穩 例如我現在回想 就是 有些人說我入Poly很衝動 我記得在台上有人這樣說過 其實不是那一回事 Poly那件事 是這樣的 那天 想著 Poly門後很大陣仗 過去拍攝 這些 好像準戰爭的場面 純粹在畫面上 覺得很衝擊 去看看 遊行示威去得多 好像戰地那樣 我去到當地 我記得 那時候 真是很奇怪 其實 是剛剛好 就是 我去到那時候 我又出去 剛剛好下閘 就是一兩個小時 你說是否整定 我自己覺得 那天也有一點 你說我 今時今日過來英國 是不是整定 其實 有時候 有些事情 有沒有那麼準 計算到時間 是不是 如果 假設 我下午兩個小時 我記得好像 2點 3點 去到尖沙序 那邊 如果我下午兩個小時 進不了Poly 即是 封了牆 警察 人都不可以進去 尖沙序 尖沙序 一大徘徊 Poly的範圍 就封封住了 我在封與不封之間 那兩個小時 我就到了現場 然後 他突然之間 因為那一陣子 看到很多記者 進去拍Poly 那一陣子 我專門 一陣子 進不了去 有些人守住 有些學生守住 然後 零零射射 那裡沒有人守住 然後 好奇心 就進去 拍完 拍完 其實都 出來後 就封路了 那些警察封路了 我又不想讓他查證 查身份證 等等又扣留了 那些東西 等等 免得 然後又回去了 就逗留了兩天 日幾兩天 在Poly 那裡 事情是這樣的 其實好像很多事情 都是陰差陽錯 絕對沒有衝動之下 進去的 其實 沒有原因進去 我簡直沒有原因 純粹是想看看 他們發生什麼事 我賈賈比 都在Poly 曾經讀過書 看看裡面什麼事 就是這樣 沒有想著做過什麼 然後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場面 當然 也都是 最後被警察說 什麼涉嫌暴動 都沒有落案起訴 當然 在香港 我自己覺得 都不害怕 其實 如果在今時今日 就是在香港 但我的台 又真的有些禁片 有些是新聞影片 但你怎麼看呢 那些是新聞影片 但現在 連新聞影片 都不給的 所以很多 這些事情 就是 小小小小小的 迫使我覺得 都真的要想移民 是吧 還有香港 你也想想 我都懶懶走一整年 是吧 他計劃 開始 我都沒有認真去想 跟著 都是那天 在好奇 在找 咦 我又沒有本 就是那時候 就是 很熱的 就是 個個都說移民 個個移民 就是 2000萬 2000萬 是吧 以前 投資移民 要2000萬 現在不用錢 那就是 送2000萬 給你吧 那天 無端端找到 BNO 就這樣開展 自己都不肯定 自己有沒有BNO 因為真的太久了 平時都不用 原來真的 我媽媽在N年前 申請了 雖然 在我這個年紀 同輩的人 未必個個申請 其實 我媽媽 還沒有什麼 那些 叫做 怎麼說好 他俗稱沒有讀過書 對不對 沒有讀過書之下 他都不知道什麼 英籍民地 那些 不懂的 不懂的 真的完全不知道 不懂 英女王他都不知道是誰 就是 純粹下來香港 這樣 人申請他就申請 這樣就申請了 對吧 可能很多以前的家長 都是有一個歷史背景 才幫過子女申請 就是這樣 啊 回歸啊 怕怕啊 這樣 申請定 讓子女可以多個走斬位 就是這樣來的 很多這些 陰差陽錯 你說靈性的 這樣看 你說沒有靈性的角度 是假的 很多事情都神推鬼鬼 你小一彎 整件事都不可以 整個移民 整個過程都不可以 首先就是 沒人 怎麼說好呢 就是帶著我媽媽去申請BNO 就沒有今天 當然啦 如果我在香港 我也要守法 很多事情都要刪除 很多事情都要剷片 很多事情都要剷片 但是有個自由 你就不需要剷片 當然啦 接下來六四 理論上 如果和上班沒有衝突的話 應該都會去的 如果撞了就麻煩 我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因為 新工 你都沒理由 怎樣推的 我也不知道 到處再說 現在香港六四當然不可以說 集會那些都不能做 當然 說都不知道 說不說 最近鄧冰強又拘捕周恒 很多這些事情 你看到香港是 其實整個政治氣候是更差的 以前六四說一下而已 OK吧 現在變成敏感辭匯 十足大陸的做法 越來越像大陸 當然 你看到錢的份上 香港比較好 經濟 或者你賺錢方面比較好 多一句 你賺夠沒有 或者你 想不想有另一種人生 所以 現在回顧整個移民過程 是 差一點點都是 都是驗不成的 基本上 例如我沒有BNO 我沒有進去Poly 是不是 沒有游過癢 是不是 有的 有些人 19年他只是看而已 是不是 可能都很黃 只是看而已 只是看而已 但也沒有游過 都會游過這些人 是不是 那我那些又真的 大哥 我也不記得 我第一次出去的遊行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哪次 總之是有一次 我就走 那次是第一次 那 純粹走去 金鐘的政府總部 那條天橋 現在都封了網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 貼了很多連儂紙 我記得 然後就開始拍 6月多 6月 還未到6月 6月之前 我忘記了 然後就發覺 已經很虛陰 很虛陰 那些人 然後就開始拍 然後就開始拍 然後就發覺 都 就是 是一個很 雲闊的歷史事件 基本上是 波蘭壯闊的 即是他 一邊拍 一邊拍 已經發覺 越來越多人 幾百萬人上街 當然現在這個場面 是不在 不會再有這個場面 所以我不是說 香港其實已經沒有了心跳 他有手有腳的 香港 即是你還可以 吃飯 吃得挺好 還可以 然後 還有 挺賺錢 英國也有他很大的問題 我現在住了第二年 我已經知道 真的很大問題 做不到事情 那個問題 很嚴重 即是失業問題 因為你那個基石 沒有基石 沒有基石 你也有很大的問題 但你香港就沒有了心 沒有了心 這邊就沒有了工作 一邊沒有工作 一邊沒有心 都不知道怎麼選擇 兩邊都是混蛋 其實 我移民兩年之後 只有兩邊都是混蛋 即是 Lesser Evil 即是 你找一個沒那麼倒楣 沒那麼倒楣的地方來住 基本上 沒那麼倒楣的地方 那就去英國吧 所以整體而言 整個移民體驗都是 雖然我經常慎 只不過是一種恨鐵不成鋼 你也想住在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都是好的 我好 國家好 世界都好 但事實上不是 生活是正正常常 但為什麼做事會這樣呢 豬多祭爪 他是不想這個城市營運嗎 那些大企業 那些企業是不想城市營運的嗎 有人做你那份工 你吵一吵一吵吧 但是 可以不請的 這些現象 我覺得有些不尋常 在英國 當然啦 我一個人能力有限 知道的東西都有限 究竟為什麼當中 勞工市場會這麼古怪呢 那我也未必真正摸到原因 有時候都是舊股 總之就是有問題 在英國來說 總括而言 都頗嚴重 所以 有時候會在想 跟香港的淵源 有時候會在想 是不是就這樣結束了呢 其實 其實也是的 有沒有一天 可以回去呢 有時候會想一想 有時候會想一想 會不會可以回香港 不是真的住 旅行也可以 回香港 有時候會想一想 可以嗎 應該也不太行 不過我相信 有一件事 就是 總有一天 就是 他會換了 整個 譬如 吳尼家超 鄧炳強 現在 是威 是小 總有一天 他們 都不服在 他們都會 換了那些人 換了一些不知什麼的人 這些人都是換上去 換來換去 現在 他整個 政治環境 都 其實 不是一個 永恆的存在 所以 你說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回去 或者 完全 沒有機會回去 其實說不定 很多事情都是 住得很久 這裏 英國 其實 頭兩年都沒有 掛著香港 其實今年都沒有 今年都沒有 不過 有時候 會覺得 是不是香港 真的 衰得 衰得 因為我沒有做 這段時間 失業 會比較多 其實 想一想 其實香港 可能 譬如你做了十年 你那個學歷 CV 你是可以寫下去 你香港人就會回應你香港人的CV 譬如你香港讀過大學 Bachelor 他那邊 香港一定是承認的 這裡 是不承認的 他那些考試 那些 完全不同 基本上 你母語 又不是英文 很古怪 你有Bachelor 但是英文又不是Fluent 你是不是很尷尬 那個情況 所以 你會覺得 在工作事業上 你在香港 是會 我想 是容易走 一點 就算失業也好 你都有一些 好垃圾的工 頂住 對吧 這裡很古怪 連垃圾工 頂著 都沒有 我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連垃圾工都不聘請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怎樣運作 所以 有時候會 有些對比 有些年輕人 沒有希望 絕望 這裏都是絕望的 在英國 你都沒有工作 那裏都是絕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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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絕望 另類絕望 另類失望 真的可以失業一年 如果你等錢花 真的絕望 那裏都是絕望 那裏都是絕望 人到中年 有少少好處 就是 你怎麼都會有些草落 不至於 冷船有三分釘 如果你是年輕 你的體力能力就是 你的本錢 拚命去賺 但是 真的冷船就馬上沉 年輕的時候 可能你熬不到兩個月就離開 怎麼可以玩一年 是不是 那 很多事情 你會覺得有很多因果 其實過來英國 你會覺得很奇妙 其實那個感受 到現在也覺得很奇妙 真的過來歐洲 歐洲裏一邊 的確是選手爛腳的 那我給大家看看 現在最新的位置 結了 結了 結了招 但是有條蜂子 有條蜂子 有條蜂子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枕 這樣的東西 這樣就有它 這是一個歷史的引記 其實我在英國都很多這些 很多這些 其實在英國都 看回自己的身體 這裡有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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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搞笑 我一直在想 應該就是 這些就要適應 你在英國 你怎麼去適應 這個環境 當中一定會有些損傷 也切過手指 不過不要記得 很多這些 因為很多東西 都在香港沒有試過 玩scooter 然後一試 就會有很多東西出事 你不是英國人那種種 那種 那種 血統 他們玩單車可以單陸 這樣踩 當然踩了很多年 或者是很小時候 從小到大 你是沒有那種平衡力 我們亞洲人是差跌的 所以他們是單車好手 是很多的 很多的單車高手 但是真的學不到 因為 我們那些後天 在香港又不是經常踩 不是很學到的 當然有些 例如香港人 他很擅長駕駛 當然也可以 但是普遍來說 有些鬼都很厲害 鬼仔踩這些東西 單車啊 什麼都很厲害 其實 你會想模仿 但是結果不是損手 難腳 就是 很多這些經歷 你會覺得 這個是我的身體 和這個大地 產生的一個 小小的矛盾 不是說很大 小小 很多這些事情 早前有病過 有病過 就是年頭 那時候 都是一種身體上的適應 在這個環境上 的生活習慣 現在我就 偶爾都出去拔草 後院快要開張 到時候會在外面做直播 某張小椅子 就吹了太陽 那些生活 這些體驗和習慣 都要慢慢去 適應和改 這就是我這兩年的 有好有不好的得象 經驗 都蠻無悔的 起碼真的 你人生有個歷險 那 當中又有甜酸苦辣 在香港 只有一個害怕 在香港 沒有什麼經歷 在香港 一味想儲夠錢 買一層樓 或者這樣說 想一下平衡時空 不如幻想一下 到片尾 差不多 如果我當日沒有去遊行 我去POLI 那一堂 跟衝動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真是陰差陽錯 真的 我懶得 前兩個小時 我可能沒有去POLI 沒有去POLI 就不會移民 或者這樣說 第一次集會的時候 我記得是 因為其實我最主要是 那時候我正在轉型 那時候拍很多 那些 什麼安心出行 那些 說很多這些 娛樂八卦那些 然後就 想轉型 下街拍一下 因為我自己以前讀多媒體 Multimedia 都喜歡拍一下 做一些影片 做動畫 做很多 但是在想 其實開機拍照 外面 都是一樣的 是這樣的 那個理念 是這樣的 然後出去拍一下 然後拍一下 拍一下 拍到現在 現在都在拍 不過方式不同了 由以前的拍街 因為那時候是COVID 拍街會比較受歡迎 現在就講一些 辛抱歷情 個人就這樣坐在那裡 吹水 搞定了 下班了 下班了 省水省力 反正那些人 喜歡聽故事 這樣來的 其實是因為我們 不斷不斷轉型 由在家裡 講一些八卦的事情 然後再轉出去 有一段時間 要講扣女 再講八卦的事情 八卦的事情 然後再轉出去 講一些政治的事情 就是這樣來的 其實是 當初你說第一次集會 為什麼會拍這些 什麼 然後越拍 就 已經發覺 不對勁了 很多人看 第一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很多人看 離開了就知道 因為已經拍不完 可能是一個共時星 為什麼這麼多人看 就是 全香港人 可能內心都會知道 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 可能不會再有下次 因為 如果你熟知共產黨的運動 你未必有下次 真的 回歸了這樣的狀態 結果有些人 似乎是感覺到 尤其是海外的人 都比較 那時候關注得很高 因為 都沒見過 很多人在外國回來 遊行集會也會有 所以 所以 有時候在想 那天如果我 懶惰 不出去拍攝 遊行集會也不去 差點看一看 就算了 沒有啦 我想只有 一萬人訂閱 一萬人訂閱 然後 說一些八卦的新聞 到今天 都可能還在香港 說這些八卦的新聞 說什麼MIRROR 說哪個明星 說一下郭俊安 那些新聞 這些八卦的新聞 但事實上又不是 那條路就轉了 因為我自己 有時候 有時候 多變 有時候 我拍片也是 不一定 同一個方向 我今天坐在那裡拍片 拍一段 我不知道 將來 又不知道什麼形狀 又不知道什麼形態 拍給大家看 我們YouTuber 很多變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些因果 都拼在一起 這些因果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標誌 是帶著整條路 差點都不同 你想的方向 差點已經很不同 然後拍拍一下 周子諾 陳彥霖 案件 那兩宗案件 那兩宗案件 那兩宗案件之後 差不多到尾聲 然後不斷抓人 抓人 過了一整年 然後就開始 那時候就開始 和大家 有一個直播的 傳統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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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會說新聞 直播會說新聞 現在直播又說自己的生活 發覺新聞 你們看新聞 現在香港新聞是沒有看的 反而你們可能很好奇 英國的生活是如何 第一聲告訴大家 很多這樣的回憶 有時候會沉澱 譬如我昨天那集都說 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移民之前 所以 你沒有事做就這樣 會想這些 有事做 你不會 有希望 可以儲一下 拿錢出來洗一下 旅行 你會有很多新兵 因為你現在 沒有事做 沒有事做 你就會想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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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就是 其中一種失業的狀態 你會產生這種感覺 除了對社會那種不公平 還有一種 控訴之外 都會對自己的過去 會有一種思考尋思反思 先說到這裡 應該明天有個直播 然後就準備上班 就是這樣 但應該沒什麼驚喜 第一間是沒有驚喜的 估計是沒有驚喜的 說到這裡 拜拜